我把這個地方調一下,一樣放在M到V好了 所以其實假如說我今天不要折線圖 我假設要直調圖好了 我希望知道一下這個個股 當然這個是抬尼的 如果說你將來希望改成其他的那個 其他類股的話 那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資料稍微再改動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要怎麼樣修改 那剛剛的那個程式嘛 所以得到的結果的話就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先抓Jason 然後他每一段 第二個的話是把它切割完之後 上面再加一個欄位名稱 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如果要更加完備的話 因為這個資料已經爬下來了 其實好不容易爬下來 那當然我覺得如果將來可以不要是Jason的話 當然會比較好爬 可是有的時候 因為畢竟這個資料他要怎麼這個給你 其實都還是取決於Server端 所以Server端他要怎麼去變化 可能我覺得你也沒辦法去控制 你不能說你可不可以讓我比較好抓一點 他提供給你什麼你就要想辦法去符合他 他提供給你的格式 你去解析他 不然的話 你資料就是取不回來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那當然我剛有試過 其實我後來發現 我剛剛的推論好像有那麼一點點可行性 就是說 剛剛的那個資料 我們剛剛猜的好像應該是可行 哪個地方猜的是可行 就是說他這個Response 這邊有一個參數是Response 然後等於Jason 其實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把它改成HTML 他居然得到的東西 居然就是HTML 所以如果假如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這一串 Ctrl 可是要Post 也就是說如果你Post的時候 你把後面這個參數改成HTML 他好像就可以抓到什麼 抓到是那個網頁的 的這個格式 所以如果假設是HTML的話 那其實用CreditTable其實還是可行 那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像Jason 這麼麻煩去爬這些東西 所以假設 我剛剛大概試了一下 後來發現 其實他背後還有另外的方法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試了一下 他這上方也有提供什麼 提供那個HTML 然後也有提供CSV的下載 其中的話 當然 我是覺得如果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你們不妨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 直接從這邊按查詢 他給你的就是Jason 但是如果從這邊的話 他如果假設給我們是HTML 那就比較好抓一點 可是要怎麼去取得他這個HTML裡面的結果 因為我們是按下查詢 他才變動的嘛 比如說我要查的是 1101嘛 如果比如說台積電 2330吧 台積電 那比如說我想要查台積電的 如果我今天假設點選這個地方 他會不會也是顯示台積電 比如台積電最近的成交股數 成交金額等等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會發現他會不會同步 他也會顯示台積電的資訊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要的是台積電 顯然是說 當你點這個的時候 他會把相關的參數 帶到這個網頁裡面 那可是問題他怎麼帶過來的 你會發現上面理論上 應該要帶一些參數 其實一般如果你們有買東西的話 像什麼PC Home或Momo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蝦皮 上面一定會有帶參數 因為他那個 他可能覺得帶這個網頁資訊 其實不是什麼隱私 除非說你今天是會員資料 然後你買了什麼東西 他上面應該就沒有了 因為不能傳這些資訊 讓別人都知道 可是這個他現在也防了 所以等於是他不讓你知道 但是我們有辦法知道嗎 其實還是可以啊 但是用的方式 可能要特別想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改 比如說我今天覺得Json實在太麻煩了 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雖然我Json也是OK 可是如果有更簡單的方法 那為什麼不用呢 OK 所以後來我想說 那不然我就點選這邊 他也會把台積電的資訊 幫我傳到這個網頁 但是他怎麼傳過來的 其實網頁跟網頁之間 一定會有一個傳參數的動作 可是傳到哪邊去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 一樣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的話呢 當然呢 這個背後呢 他怎麼傳參數過來 其實還是一樣 透過網路啦 所以哦 因為我們沒有按鈕啦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重新讓他 傳參數過來的話 很簡單 你按一個refresh 所以呢我們在網路這個地方 確定裡面沒有任何紀錄的時候 那我按refresh 看他會不會觸發 有觸發 而且他也做了一些事情 主要一個主程式 加上兩個JavaScript 不過各位如果有興趣 JavaScript也可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裡面的話 標頭 就是這個網頁 也沒錯 就是是不是這 這沒錯 你會發現他後面要求是用Post 所以也就是說 他把GET改成Post 那他傳了哪些參數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Petload 一樣呢 檢視原始碼 哦 那就這一串的 所以呢 那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他到底傳了什麼東西過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參數 哦 你會發現呢 refresh後面呢 居然就是改HTML 剛剛是Json 那最關鍵我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帶給我們 不是Json 而是HTML 其實關鍵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預覽跟回應 預覽一下看一下 显然好像是一個網頁 然後呢 網頁裡面呢 到底有沒有那個Table 如果有Table 我就可以用CreditTable 如果沒有Table 那很抱歉 你還是沒有辦法用這個CreditTable 其實我用CreditTable 其實好處是 程式碼非常簡單 然後Respond 我看一下回應的地方 看一下 原來就是一個網頁 沒錯 然後裡面有沒有Table呢 看一下 理論上看起來 這邊有Table 那這個理論上就是第一個Table 因為這裡面應該沒有別的Table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抓的話呢 那我其實 就可以 這些資訊就夠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拿之前的那個 第三個單元的程式碼來當範本 比如說哪個範本 這一段 不過這裡的話 乾脆加一個 因為可能如果同學會 會需要修改 我這邊補個0 好了 那就這一段 就是外幣 參考匯率查詢這一段 把它Ctrl C 一下 把它當範本 其實一樣嘛 就填礦碼 這個應該就填剛剛網址 然後參數 WebTable改成1就好了 分別填上去 所以Ctrl C 然後Ctrl V的話 貼到這邊來 只是說這個 Sub名稱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個股成交資訊好了 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 然後用後面加一個 Qt 簡稱叫Qt Qt 然後呢 後面的話 我們就分別給它三個答案 第一個的話是 UIL 這邊 就是把 剛剛的這一個 這個上面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或者這邊也可以 其實兩邊都一樣 貼過來 所以將來這個也可以拿來當成是 一個 這個範本 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Critable還有一個妙用 就是後面那個Connection後面 其實不見得一定是要帶一個網址 UIL後面 不見得一定要帶一個網址 其實如果你帶一個檔案也可以 有沒有什麼檔案 比如說其實還有一些應用 就是你可以先把那個網頁先存檔 然後再用它去解析 也可以 也就是它不見得是直接提供給一個網頁 那我之前也做過啦 就是我先把它下載存檔 然後再用Critable解析 也可以啦 看你要怎麼操作 有點像拼裝啦 反正就是 你要把一個 問題解決 可能還是要靈活的去搭配 像我們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搭配了Json解析 所以事先怎麼樣 前面是先用那個什麼 下載資料 然後後面才用那個Json解析 OK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PostTest 就是把剛剛這一串 把它怎麼樣 一樣把它Ctrl-C 然後把它貼到我們這邊來 看一下這邊是PostTest 貼上 然後再來的話WebTable等於1 好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然後呢我一樣把它直接 執行看看好了 這個我也不確定 輕調好了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PostTest 第一個嘛 然後Refresh 0嘛 就是等於是 跑完 不要在背後執行的意思 OK 然後呢 抓下來Refresh OK 看一下得到的結果 台積電 沒錯 不過它的資料好像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第一列不要 然後我還要讓它自動 調欄寬 所以最後的話 理論上我會再補 兩個 兩個 兩行 一行是 把第一列刪掉 會用Raw 10物件 裡面的1 指的是第一列 點Delete 這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它欄寬自動調 欄寬我習慣用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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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範圍給它 或者是你直接點什麼 點AutoFits 就是自動調欄寬 這樣就OK了 好 那做完之後再Run一下 看一下結果 看一下 一模一樣 所以跟剛剛幾乎沒什麼差別 我把這個 再調一下 不要遮住 OK 好 所以呢 這邊的話 我們又多了一個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等於方法 三 第三個就是用QT的 那這個當然如果跟剛剛比起來的話 哇 簡直是 簡單太多了 所以 那你說它的速度會不會差呢 這個是 第一個 這個 好像反而那個 好像沒什麼差別 反而第一個比較 會有閃壓 主要是因為我們先把資料放在Range A1 但如果你假設不放在Range A1 放個變速的話 那就不會有閃動的動作了 可能速度會更快一些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剛剛基本上 又發現了一個 參數的改變 就是把它改成 HTML 那你想說 那可不可以改成CSV 其實後來我真的也試了一下 所以你直接這樣改啦 只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用網頁的方式 再解析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用檔案 其實檔案 你們可以查前面CSV的範例 那一樣喔 如果改成CSV 它一樣可以抓下來 如果你把它改成用CSV解析 應該也是可以 OK 所以其實背後 有的時候 這參數有的時候可以用拆的 但是有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笨 它不會讓你那麼容易拆得到 那只是說因為 這個證交所 它現在可能只是想防君子 但是可能不是太防小人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換一個方式 做解析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我希望可以幫我畫圖好了 那畫圖的話 基本上 就是把它畫成什麼呢 畫成直條圖好了 那做法 當然可以比照之前的做法 反正實籃實列 然後第一個直條圖 第二個直條圖 第三個 反正就這邊總共有 總共有這個 九欄 然後呢 總共有九欄 那裡面總共有 可以做出八個圖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放在右邊這邊 繪製成八個圖 的直條圖好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都是數字 或者你們也可以穿插 好了 有的是直條圖 有的是直條圖 等等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好